事业有成不忘回馈家乡 出生在苗栗苑里镇的镇冲江 北上打拼仍旧心细故隶 有感于救灾工作繁重 急需添购车辆及装备 他慷慨减囊153万元 捐赠全新的灾情勘察车 提供给苑里消防分队使用 为消防工作进一份心理 苑里消防分队灾情勘察车捐赠仪式 简单隆重 更展现出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公益精神 当年只带几千元 从苑里北上打拼的镇冲江 在殡障业站稳脚跟 加入市职会后 以社会服务的能量回馈故隶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隆归故隶 就像我们郑董事长 年轻的时候从苑里到台北去 今天有能力回馈故乡 而且是很荣耀的回来 而且带来那么多的好朋友 来苗栗 然后回到苑里 又捐了一台这么好的车子 苑里地区临近台中 山海地形让救援工作 更需加强效率速度 这回获证灾情勘查车 能大大提升消防效能 台中有大甲工业区 我们也会支援 北部有通宵 通宵也有电厂有什么 所以苑里是我们苗栗南部很重要 也是很热闹一个都市 那当然相对着我们消防中心 也会摆在通宵还有苑里这边 那今天这部车在这边 我跟总裁保证 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利用它 价值153万的灾情勘查车 取名为葱江五号 正式加入苑里消防分队 共同肩负起守护民众 生命安全的重要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